今天的心情非常的豐盛 因為主持的心情跟期待得獎的心情 是交相摻雜的 你 說 你敢把果然注射疤了吧 你覺得哪邊可以更好 我們不要第一次就買了 下次才可以追求進步的空間 你很棒 你很棒 你覺得很棒 不要這樣子 快點給他 今天的心情非常的豐盛 因為主持的心情跟 期待得獎的心情 是交相摻雜的 主持 期待今年的第一次戲劇跟節目分開 能夠帶來一些 讓人很期待的結果 比如說 既然要能夠分開 就是都要在10點以前結束囉 熟料 廣播精通就沒做到 然後現在我們 又沒做到 聽說明天有27個獎 我看做到更難 在總的來說 起碼在11點 40分以前結束吧 沒有 我們是10點 36 36吧 所以我們over 35分鐘之下 我覺得 真的 那在入圍三項一個都沒得 我想你們 我在舞台上演 不隱藏自己的情緒 我都表現出來了 有些是效果 有些是真的 反正認識我那麼久了都知道了 反正我有些東西我也不想要給一些 因為我不喜歡說場面話 那今天活動 順利圓滿成功 然後我很謝謝我的行男團隊 他們從頭陪伴到我 我的 三個主持搭檔 從頭到尾除了上廁所以外 沒有離開過這個位子 我去了一次而已 每個為了這個典禮都得了膀胱炎 我覺得他們都還是很棒的 行男團的主持很棒 哪一個節目最惋惜啊 哪一個節目最惋惜啊 呃 我有入圍三個 我們的主持人去年得過肯定 我覺得今年可以再試個肯定別人 除這個以外 其他的我都試到哪個獎 我自己的表現 一到晚一到十的人 我應該有八分啦 其他的因為沒有空間給我們表現 我從頭一直在想 我過了整個 七點到十點也就是 八點半到九點之間 如果發現他是 on schedule 我後面想要晚一些 因為我們的party 不能夠總是只是交代流程嘛 要不要叫我們來幹嘛 你找私意來就好了 現場還有很多人事物可以玩啊 還有人的裝扮 你看像那個 小S的服裝最後才讓 許孝順來說他 是不是來了一個泰國皇后 欸不好意思 我從頭就想說了 沒有說 不敢 我怕時間耽誤了 早就想說 他太特別了 我今天有一點點喘還合理 我們看這個內容 可以有一點喘嗎 欸 你的年紀 我怎麼看完這樣 我怎麼看完這樣 我怎麼做給我 對不起 你補這一句是什麼 我也會喘 是人都會喘我幹嘛 我今天有票 而且我下去上去很像 我還跟那些人打招呼啊 然後我就下來回來 然後我要帶領他 你覺得牽他容易嗎 不是 我是說 我就是我一直在動的意思 其實我還參與創作啊 壓力 壓力來自於對自我的期許 應該的 第一次開場 我還要做這樣的表現 你打1到9分10分 9吧 我9了 1 你看吧 果然就說8了吧 呃 你覺得哪邊可以更好 前面一開始這個詞 真的有點對不上 可是前面 你調整都OK 我們不要第一次就滿分 但是 這樣下次才可以追求進步的空間 他很棒 你很棒 你很棒 你真的很棒 不要這樣子 快點我一陣子給他 你真的很棒 你很棒 你很棒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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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夠 我餓 你很棒 你很棒